中医G3华文单元4 差不多先生 有这么个人 他姓差 名不多 你一定见过他 一定听别人谈起过他 差不多先生的相貌 和你和我都差不多 他有一双眼睛 但看得不太清楚 有两只耳朵 但听得不太清楚 有鼻子和嘴 但他对于气味和口味 都不太讲究 他的脑子也不小 但他的记性却不太好 他常常说 凡事只要差不多就好了 何必太精明呢 他小的时候 妈妈叫他去买红糖 他买了白糖回来 妈妈骂他 他摇摇头说 红糖白糖不是差不多吗 后来他在一家店里做事 在记账时常常把十写成签 把签写成十 害得店里亏了不少钱 老板气地骂他 他却笑嘻嘻地说 签字比十字之多一小撇 不是差不多吗 有一天 他为了一件重要的事 要乘船到外地去 他慢条斯理地走到码头 结果迟了两分钟 轮船已经起航了 他没有办法 望着远去的轮船摇摇头道 只好明天再走了 今天走同明天走 也还差不多 可是轮船公司 未免太认真了 八点三十分开船 同八点三十二分开船 不是差不多吗 他一面说 一面慢慢地走回家 心里不明白 为什么轮船 不肯等他两分钟 有一天 他忽然得了疾病 赶快叫家人去请东街的汪大夫 家人急急忙忙地跑去 一时找不着东街的汪大夫 却把西街的兽医 王大夫请来了 差不多先生躺在床上 知道找错了人 但病急了 身上痛苦 心里焦急 等不得乐 他想 好在王大夫 同汪大夫也差不多 让他试试看吧 于是这位王大夫走进床前 用医牛的方法给差不多先生治病 结果不到一个小时 差不多先生就断气了 差不多先生临死前说 活人同死人也差 差不多 凡事只要差 差不多就好了 何 何必太 太认真呢 生词朗读 讲究 记账 亏 铁 慢条丝理 词语教学 中医聚催华文单元四 差不多先生 讲究 解释 讲求 注重 搭配 讲究卫生 绿聚 一 他是一名服装设计师 对衣服的细节很讲究 二 拉玛很讲究卫生 屋子一定要打扫干净 记账 解释 把收入和支出情况记在本子上 例句 一 他有记账的习惯 每天的收入和支出都要记在本子上 亏 解释 受损失 例句 一 他做生意失败了 亏了很多钱 撇 解释 一种笔话 例句 一 妹妹很认真学写字 一撇一纳都写得很好 慢条丝理 解释 形容动作缓慢 不慌不忙 例句 一 他说话做事总是慢条丝理 就算快迟到了 也是如此 二 八十都快开走了 他还慢条丝理地走着 真是急死人了 好 好 等我 亏了 感谢观看